今天早上是政府舉行新任和新任教育處處長的交接不達儀式 原任教育處長蕭錦麗融退 由李春國接任教育處長一職 法令競爭執守 報效國家 在市長張通榮親自主持下 新任教育處處長李春國宣示接任 市長張通榮和議長黃錦泰都勤勉新任處長 在既有基礎下持續推動基隆市的教育政策和工作 要感謝我們蕭錦麗蕭處長42年的歲月 投入到我們整個教育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非常的感恩 特別要祝福他退休以後 有更健康更美好的一個人生的一個過程 也在這裡舉行我們新任的李春國李處長 以他二十幾年的這個教育工作的一個經驗 希望以駕駛就熟的來帶領我們前市教育的工作好夥伴 一起在我們既定的一個良好的基礎之下 積極把我們教育的工作把它發揚光大 讓基隆的教育能夠更蓬勃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祈祈我們親愛的李處長 讓我們村國日後能夠將我們教育工作更用心更重視 讓我們基隆的教育能夠蓬勃發展 基隆市加加減減將近有六十幾所 高中國中國小幼稚園 這每一位校長都可以說是學校裡面的諸侯啊 你要把這些諸侯整合好 推動一個非常棒的教育政策 這個絕對是我們李處長的長項 我相信在李處長接任我們教育處處長以後 一定會讓我們所有教育的預算 窮不能窮的孩子 苦不能苦的孩子 窮不能窮的教育 而單任將近十二年左右 教育局長和處長的蕭錦麗特別感謝市長 副市長 議長和議會 以及教育團隊的支持 退休後將享受更好的家庭生活 把空間留給別人 把時間留給自己 放下就是信 快樂就從你決定放下那一刻擔心 所以我今天決定退休 新任的教育處長李春國則強調 接任處長陳黃陳孔 將以謹慎的心情帶領教育處團隊 做好教育工作 未來我會和所有的教育夥伴們 一起用謹慎的心情去面對各項的挑戰 國策顧問鄭錦周也特地製政紀念品 送給新任處長李春國 祝福他上任後一帆風順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